男子到银行櫃台准备要汇钱 但神情慌张 行员察觉有意 立刻阻止汇款并报警 新北市三峡一名父亲 日前因为缴不出两名孩子的大学学费 在网路上看到诈骗集团假冒的银行借贷广告 信以为真 前后汇款两万元 那你来听一段警方说法 为了筹措儿子的学费 他在网路上看到诈谈 毁装的银行借贷广告 点击进入后 招对方以审核信用为由 诈骗两万元 原来诈骗集团假冒银行专员 要求先审核财力证明 还说被害人有卡费持缴 导致信用评分不足 要先购买签字保障 得事先汇款两万元 何贷实在扣除 没想到之后 对方又再度要求被害人 汇款四万八千元后才能何贷 行员查询后 发现诈团提供的账户是个人账户 明显就是诈骗才成功拦阻 警方也呼吁借贷最好 还是到实体银行机构 以免上当 对方